你像你可以 我可以说是我5G小能手是吧 小水手也可以 我已经做了 485点对汤又生武器手机 你可以联系到你的家人 你爱的人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家宝 Hey everyone this is Jaeger here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热点自习室 And welcome to this episode of Chinese BuzzTalk 今天的话题是5G Yeah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5G as the 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It's following after the 4G It's super fast It's got a lot of bonuses too 之所以在中国用的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5G词很火 没错 所以我们经常提到了叫5G冲浪 Like surfing in 5G 其实5G冲浪的是我们这个中文互联网里边很热的一个词汇 为什么 Surfing internet就是冲浪的音 那我们5G呢 这个就是在很快的网络很发达的一个状态下 我们这个人呢可以率先的了解各种各样的知识消息 所以我们经常会称为这种人叫5G冲浪小能手 So he's keeping up with the trend He knows everything All of the latest topics And you call them Oh you're surfing the 5G 对 你像你可以 我可以说是我5G小能手是吧 小水手也可以 OK 你还记得我们在过去上网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 Do you remember there was a dial up connection And every time you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there was that sound 对就是电话拨号上网 对对对对 您还记得吗 你看我们都是在家里上网 后来慢慢就变成好像是有可以带出去的 我们管家移动设备了 移动设备 其实最早的移动设备也是我上学那会儿啊 我发现有一个特别笨重 特别沉 甚至可以当做这个防身武器的 是叫做大哥大 大哥大 对 你是不是说过吗 什么叫大哥大 就是一个像这么大的啊 一个手机 你这是手机吗 你这是砖吧 所以这叫大哥大 还有一个天线 天线拉起来以后基本可以这么长 哇 然后拿起来以后啊就很沉 我能想到你的口袋有多大呀 对 所以走大的时候一般都是这样的 对 然后拿出大哥大会接电话 喂 谁呀 把天线一揪出来 对 但是后来呢大家会觉得这个大哥大啊 出门太不方便了 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小的设备 就出现了我们那个时候非常追捧的移动设备叫做键盘手机 哦 it was like a dream for everybody i'm sure blackberry 啊 with a full keyboard so you could text even faster 对 and at that time we had the second g second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 对 所以2g就出现了 那个时候2g的速度就是一秒能下载64k 哦你还记得这个数据 就是那个时候基本上你一张图片就给我回键了 嗯就要转好长时间才能看见你这个脸的轮廓 再转好长时间才能看见鼻子 才能看见眼睛和嘴 最后转了将近十几分钟 才发现 图片已经没了 哈哈哈 还白看了 速度太慢 白等 那现在5g 嗯 我们一秒就能下一个g 一个g 100万倍的提高 哦那不仅是图片 我觉得视频也是分分钟或者几秒钟就可以到手机里了 对啊 所以这个进步真的是很快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是08年 啊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打电话很贵 嗯 国际长途 国际长途啊 啊 那我们两周只打一次电话也就能说几分钟嘛 现在有了5g啊 我甚至是上一次去三亚去游泳 我就带着手机 啊 我直接给他们视频播号 然后跟他们聊天 我跟爸爸说 你看我就在水里边啊游泳啊 哦你在水里边拿手机做视频 是的 哦那你出水以后这个手机还要得了吗 我 哈哈哈哈 让他们体验到我在中国的生活 对 这也要感谢这种5g快速的网络 可以紧密的联系每一个人的这种 呃关系和情感 不仅是高速啊 嗯 其实5g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延时底 哦 low latency 对我认为现在的这个叫做无人超市啊 啊 是最省时间 超市为什么没有人啊 因为我们在超市排队经常结账 会排很长很长的队伍 但是无人超市我们运用了这个云结账 就是在没有人的情况下 我们电脑运用5g的信号来进行结账 不过你看你说到了这个云字 我发现啊很多时候这个云会在很多的单词前面出现 我们说这里的云啊 嗯指的是云端技术 那我们随着云端技术和5g的这种技术的结合啊 有了很多的延伸意义 比如说云旅游 哎 云办公 总的来说吧 这个云字总结起来就是 你没到场 嗯也能把事给办了 so you're talking about being virtually present in some way because you're not able to be there in person but virtually you're there 中国已经累计建成了5g基站 超过142.5万个基站 可以说覆盖了整个中国的城市 还有县城的城区 这里也包括87%的乡镇地区 哇 所以其实5g的生活 离我们想象的近很多 除了我们所关心的衣食住行外 我认为5g在医疗领域上 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so for example doctors from beijing or new york or london they can provide some assistance or medical care through the connection of 5g 那这些新的科技啊 它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新的可能性啊 无论你在哪里 你可以联系到你的家人 你爱的人 无论你在哪里 你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做至河者不以山海为远 什么意思 就是志同道合的人 不会以山和海的距离 感到很有远的感觉 啊我明白 so no matter how large the oceans or the mountains are they will not stop people from being connected 所以我们有5g不以山海为远 啊 I love it Guys and I hope that you love this episode of Chinese buzz talk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好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on our next episode by bwd6